打重新狼队还是比较简单吧 毕竟是被我们4比1抬走的 这次打他们也是心心忡忡 广州TG又回来拿亚军了 这次这个亚军你可以捧好 不然还得再等两年 对抗路透镜头也快要到镜头了吧 本来大将军再不帮你小范水区的话 这把又要记了 我只能说现在TG进入总决赛的胜率还是0% 但是我在总决赛的胜率是100% 总决赛你再来进试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死在里头 小胖压力太大了吧 没人你上把应该4比0了吧 作为你的前队友真的很心疼你 这次好好躺着 我们打包打包把你送回家 那杨帆一定要跟紧封销 不然的话对线一打一 他就会被我疯狂蹂躏 封销坐下 腰刀不会嫉妒了吧 别到时候被我和帆帆打哭了 我们TG直管够 真男人一为一大战吧 不要叫辅助去帮你 我看一为一基本上都是我们调打他们的 对对对 我希望他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的 总决赛如果你一直帮亲应的话 是会被一直压着的 我觉得你还是老老实实管好你的风箱 不要到处跑 你还是管好你的射手吧 别让他太孤独了 太孤独了你们知道吗 你小子别太狂 自古以来的传统都是狼吃羊 狼才是在那收敛最顶端的 今天我们这五只狼就要吃掉你们这五只小羊 那咋上一场没吃呢 你们现在还只是小小狼仔 又没有攻击性还没长大呢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羊要养肥了再吃懂吗 我就喜欢吃小肥羊 不然怎么不敢跟我们通天编路对线啊 老来我中路 是怕我们精进吃的不够饱 耽误你们下班吗 叫我评价Fly不好评价了呀 毕竟上场比赛局内被青青压制了多少次 说出来很丢人的呀 通天你只是通天 但是你永远通不到尽头 青青是一个很厉害的编路 但是在KPL 他永远都是Fly之下 Fly之下 Fly之下 你别让哥看见你 我只能说游戏不是用嘴玩的 是用脑子玩的 糖分永远超标了 就看我们狼怎么去拿捏他们甜甜糕就行了 确实伤心的时候就该吃点甜的 毕竟要被我们暴打了 听说对面重担很厉害 别因为我们切不到你 我们队伍每个人都会绕后 捏你就捏小黄鸭一样简单 首先要看一下你对位的人 你能不能捏 我们吃小黄鸭 而你们的是鱼 鸭子吃鱼我不用多说了吧 哎呦吓死吓死了 南京怎么说也是我的半个助场吧 有助场BUFF在我必拿下 你们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虽然我们都是在南京相遇 这一次只有一个人会笑着出去 另一个人会哭着出去 啥话也不用多说了 我就说一个点 我也不用说急比急了 我们就一把一把的拿下你们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一锋翻盘的剧本我最熟悉了 在现场上 让你们看什么叫真正的强队运营节奏 兄弟们给我上 我们的伤递 我们的伤递 我们就 sequel